来七年 让她的身体日渐消瘦 我已经得病了 那会儿已经得病了 我一年的病 就每月开药 每月开解毒的那药 是什么病 甘癌 在这年七年了 七年了 想着说 说她妈妈拿着整院的钱 也会管管老公的病 九百 九百八十万吧 儿子我看现在身体不太好 您知道吧 是的 想帮帮她吗 不帮她 就是每回只要是一提的钱 就说她你生你死都跟她没关系 就是谁都不承认这个 老上心里觉得 对 你分头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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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她就是放弃 您可以去做过庄大笔 最狠的一个人 她这不身体也不好吗 还比您还差呢 可能 她想着 我老公可能会很快地去世 我们可能就不管了 她是那个意思 所以说就排泄我 这儿子现在病成这样 您没可怜可怜她 不可怜 怎么呢 可怜之人最有可恨之处 她都对我都不可怜 我还可怜她 淡漠的母子关系 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隐情 她没什么用 因为也照顾不了她了 她多穷我都不给 不管什么钱都 给这儿都不给 要不就跟我断断关系 现在跟你说 你想她有钱了 她姐和她妹 是围着她 给她为中心 也给俩女儿了是吧 给了多少啊 一人给一百万 真给一百万 真的 病痛的折磨 巨额的医药费 伤痕累累的她 如今仍被母亲 有所要求 您有什么诉求没有 那都是 都是赡养费 让儿子给您赡养费 那这五十多都没管我 给您多少钱呢 一个月 一万一得给他 五十多钱他没法生 那我只能说 他要这么说 那等于你 把我往绝股上逼的 我现在我求病 我吃饭 我都受不了了 给他呢 问题是这个儿子 他自身难保啊 都愿没管 我都愿他都没管 他自己是病的 已经半死不活的了 半条命 我觉得 我如果要替他 求情的话 也有一个硬道理 他得的是绝症 他那边也知道 所以 所以我们要是说 可以说服他 就是不要 跟妈妈要钱 您就也放他一 真的 母子恩怨 只因他的出现 你跟我搬脸了 钱那边 我没钱 远一点 就是中性他也不给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在乎您的 在乎您的 他的经验 对 那就是药品 您现在还会这么狠心吗 还会这么狠心 不为 我一直在想 他就给别人 我一直没有说话 就是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妈妈 会对自己的亲儿子 看起来这么冷卧 就是为谁 我可以说 做到卫星无愧 他妈现在就 以这个借口 不给他钱 不管他 我只是一个借口 现在呢 我们就是说 那个老房子 是拆迁的 他是老姐 他是老三 您呢 就这些吗 老二 老房子在哪啊 就是豆哥庄 就是北豆哥庄村的 北豆哥庄 那是谁的房子 公公和婆婆的 在他们名下的 对 是宅基地是吗 对 有多少间房啊 两百多平 谁在那住啊 都在那住 就直到拆迁 那跟公公婆婆一块住 对 公公去世了 公公不在了 对 没留钱 就是我们俩的财产 找好孙女 我们俩的家产 那这次拆迁 分了几套房啊 拆迁那个 婆婆没要房 婆婆要的是钱 要了可能是九百多万 要的是钱 第一现场 儿子苏勇和妻子孙淑荣 告诉在场嘉宾 位于父母名下的 而从此之后 家中便失去了安宁 你两年拆迁的 是两年多 你此年拆一会儿 这房子是老宅的 老宅啊 我的老宅啊 名字是谁啊 名字是我老头的 他母亲要了整院的钱 200瓶零派钱 980万吧 那当时拆迁的时候 你们对拆迁获得的这个利益 当时满意吗 不满意 哪地不满意 就因为这分配上 分配上不满意 你觉得老母亲拿九百多万 拿的太多了还是怎么 不是说他拿的多了 谁拿的少了 就说在拆迁办的时候啊 在拆迁办 就是说谈那问题的时候啊 就是连我们那个村书记 在拆迁办的那个头 都给调节 都调节不了 不满意那怎么办呢 我已经得病了 那会儿已经得病了 我一年的病了 九九年 他们两千年 是什么病啊 肝癌 多长时间了 在今年七年了 七年了 现在治疗呢吗 一直吃药 我吃着药 维持一下是吧 有所好转没有 有所好转的 有所 你吃药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我老公有病七年了 就是说现在 就是需要大笔的钱去花去养 那你想跟谁要钱啊 我们现在就是说 因为我老公 您现在也看着了 因为七年他吃药吃的 就是脑袋就反应的比较慢了 你想跟谁要钱 不是说想跟谁要钱 就是说因为他是老儿子 就是哥哥姐姐都在本村 父母帮忙都给盖房了 就他没盖 一直跟父母生活 老人都有 人都有 就他不盖 你为什么不要啊 都要房地地 就他不要 他就瞅然给他哥盖 就给我盖 人家他哥要的地儿 人家自个儿要地儿的时候 给你盖几间的 当时你们这个餐厅分配 不能买一方 当时也不买 反应因为跟你说 我老公有个人定的 都是一年 就是不盖 而喜孙女士告诉记者 拆迁之时 他们就对分配心存不满 一位丈夫苏勇 在2011年时 被查出患有肝癌 他们原本寄托于 这笔可观的补偿款 用来治病维持生计 因为跟你说 一直陪伴父母 老了以后养着父母 老房就是跟你说给他 说谁长大了 批一块地儿 你给 结果他不批地儿 他说 我给他哥哥 人家哥哥 那会儿我当着他哥哥 我就说 我说 你说那一堆多苦啊 一间一间盖的 剪砖头盖 盖了完了再翻盖 后来我说不盖了 我说太累了 我说谁提的 谁自个儿盖吧 后来那 我那大儿子说 咱们这么多人 就住这点地儿啊 人家要了一块地儿 因为他父母 给哥哥盖房了 姐姐和妹妹 都在跟你说 斗个妆 虽然说父母 都出力帮忙盖长 都有自己的房 拆迁都拿了一千多万 就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老公还有病 对于儿媳 所说给其他孩子 在外盖了房子 只留小儿子 在家里为自己养老 将来房子便归 小儿子苏勇一事 老母亲极力否认 她解释道 之所以当时 没有给小儿子分配 是因为小儿子 当时自己不申请摘基地 给他看 我说人家有地儿啊 他说什么呢 跟我矫情 但是跟你说 现在我们的要求 就是说 要他父亲那部分遗产 等会儿 老母亲还在呢吧 对 老母亲在怎么想起 要老父亲那部分 因为现在跟你说 我老公治病什么的 都需要花钱 因为我们现在 我俩都没有工作 他治病 等会儿孙女士 他治病需要花钱 可以跟母亲商量 如果母亲说 手里有钱 也愿意给儿子出点钱 可以跟老母亲商量啊 商量 何必要谈到说 财产继承的问题呢 商量不给 就是一直在商量 一直前两天还去商量的 孙先生你一找老母亲 说过你的难处吗 说过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 就说拆先那个 一开始刚拆的时候 就坐那说 就不行 他跟你说过嘛 他就难处 他什么难处 你那时候就跟他说什么呀 就说 想多给你点 对 多给你多少你想 其实我最起码咱们说 得给我生活 得给我瞧病就行 也没跟他说要多了 有个数没有 我们俩一开始商量 就是你给我五十万就完了 五十万有数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你的生死跟我没关系 一分都不给 一分都不给 你开始跟我说了 拆迁时候跟你说 婆婆对我们就特苛刻 但是想着老公跟你说有病 想着说 他妈妈拿了整个月的钱 也会管我老公的病 但是没想到 拆迁以后跟你说 他妈一分都不给他 也不管他 就是说去管他要钱 就是说 你生你死 跟他没关系 儿媳孙淑荣告诉记者 婆婆对他过于苛刻 本以为拿到拆迁款的婆婆 会格外照顾患病的丈夫 可是没想到 婆婆一再拒绝 并表示 儿子的生死与自己无关 我在全心全意的照顾他 我还等到拆迁的时候 跟你说 他妈最排斥的就是我 孩子我用 用谁养护了吗 我自己养护自己带的 他给他就给别人 我说原来给点钱 得跟我翻脸了 这媳妇就干什么 我的我呀 你说哪是你的呀 这份后媳妇来的这 您没有几年 他就又租我的房子 又住着我的 我还得这些房都不行 您就说要多少 我说够我 瞧病 他没有病的时候 他就要租我的吧 他是不是 都是因为你再婚 对 全是因为你再婚 我说一句行吗 因为我是再婚的 可能拆迁的时候 我也没说上什么话 但是从我老公有病 就是说 所有的 我在婚以后 就是所有的开销 都是我在开销 现在就是说 我所有的积极 都花在他身上了 你刚刚他有病的时候 他没钱 他有病的时候 他没钱 坐着下来 妈妈妈妈 人家叫 就是不出血 都说我老公是个奇迹 说我创造的奇迹 不管是补品还是药 熬汤 一天二十四小时我跟着 他身座的哪方面都不好 哪方面都不好 我在群心群意的照顾 我等到拆迁的时候 我他妈对排斥金属毛 这个可以说我也受不了 好 我花一花 你十万把他救回来的 人家治疗的吗 一直吃药 在外面我没钱 违点 就很差一步 因为都知道这个病 所以说你没法出去工作 就没法把他入住 您没可怜可怜他 不可怜 他都对我都不可怜 我还可怜他 我三天就把他出去了 跟你说 把所有的钱给你做 规计好以后 我就告诉他 我会踏踏实实给你治 儿媳妇来遍 这行 这行怎么 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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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会回门了 对 会回门了 会回门了 对 您现在还要多长时间去一趟医院呢 现在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的一次 对 一次要帮你多少钱 两千多块钱 事实没有很多年了是吧 不是 六六五十年了 五六年了 他是需要一直靠药物为持 他 他每月开药去 他是每月开解毒的那药 我现在没办法出去工作 因为他一天吃喝的 你想都需要人照 你也看着了 七年的时间 七年的药 就是说吃喝什么的 你都得照顾 所以我现在跟你说 看着他挺好的 如果说有一天 我真的说 把他扔进我去工作去了 他可能说变化就会很快 很大 因为都知道这个病 随时随地的都在变化 所以说你没法出去工作去 没法把他扔去 因为患病的苏勇 身边离不开人专门照顾 所以妻子孙淑荣也辞掉了工作 现如今 没有经济来源的夫妻俩 面对苏勇的医疗费用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没说从他 他有病 就所有的开销 现在我们也是说 真的没法生活了 才走这一步的 是觉得我有钱 对 他就想要 觉得我有钱 现在因为确实没办法 我老公没法看病 所以说必须得 跟你说附近的遗产和老宅的一半 我们是一个多人口的国家 尤其是我们这代在往前 每家都是孩子好几个 父母很辛苦 大家为了度过很困难的日子 彼此照料 彼此拥抱取暖 所以我们可能习惯了 就是有事情 不是一个人面对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指望 我们尤其是那个 比如家里面比较弱的 或者是家里面有病的人 总是希望能够从家庭中 获得更多的温暖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儿子在得了绝症了以后 在情况下依然习惯性地向妈妈掌嘴 那个苏先生 这个你跟母亲要钱 是不是也因为母亲拿到钱了以后 给过别人 对 给过谁呀 我有一舅舅 他给了五十万 给舅舅五十万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是他弟弟 咱们 还给谁了 我听说是给了 就说我舅舅那闺女 借他三十万 什么时候给他 你真胡说八道 什么时候给他 谁说给他呢 我给别人干嘛 我这个姐夫 因为玩牌四百二十万 都是我妈给掏的 这个 这是他借的 他给我了 那个的给舅舅钱回来 你都有证据 还是听说的 有人证 有人证 你觉得妈妈给他们都能花钱 所以你 你也想跟母亲要的 那个我不说那个 因为那个是我妈的权利 她的钱 我没有权利做的 要什么评证 给你老舅 给你老舅叫过来 那你母亲那个钱 现在在谁那呢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现在 你现在不管母亲了 不是不管 那她在谁生活呢 她一人住的是我妹妹的房子 她因为没药房嘛 住我妹妹 一个独居 然后旁边是我姐跟她买 一个三居 她一吃饭就在我姐这吃 那等于你姐你妹在照顾她 是吧 对 跟我吃饭 跟我外人住 人家俩人都照顾我 就她不管我 现在当今的社会 谁不见着前亲的 他们见着你们家的 拆迁的钱了 她一人给她五十万 我真同意你这么说 你没那样想 她那样想她 然后您看啊 我所以问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比如现在你妈妈 也能看得出来 她完全倒向你们那边 是不是啊 她做的事情 包括她也跟她家里面 就是她那几个娘家 都有非常好处的来往 她很疼她弟弟 她在那边舍了大钱 她都不给你钱 就是我觉得 她的态度特别明确 她不指你 所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大家 她们几个人 全都拧疼一股神 你妈妈不指望你 她也不帮你 对 本身就是我有病 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 她就是放弃她 因为也照顾不了她了 她多穷我都不给 不给什么钱都不给 在这都不给了 要不就跟我断结关系 她现在跟你说 以前是对谁都不上心 现在跟你说 你想她有钱了 她姐和她妹 是围着她转 以她为中心 好 欢迎回到 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 是老母亲 马女士和她的大女儿 苏女士 欢迎你们 老母亲 盘你满头白发了 今天多大岁数了 78 78了 刚才在第二现场 听到儿子说的了吧 听到了 儿子我看现在身体也不太好 您知道吧 知道 想帮帮她吗 不帮她 一天跟你说 24小时的照顾 现在照顾得这么好 医生都说是奇迹 说没事 她妈怎么会 她妈作为母亲 怎么会这么狠 那拆遣之前 不是都是由您这个 弟弟一家照顾老母亲吗 他没照顾 他没照顾 您能自理 主要是 能自理 我能自理 身体还挺好 我妈照顾是孙女 我照顾她 您有说 那我说 没有 就是因为 他有病了 完了拆遣 拆遣 两年之前 跟你说都好好的 不是大妈 有一天 您当时岁数越来越大了 是吧 以后谁照顾您 不指这儿子呀 不指的 哟 怎么了 现在我一直50了 我也没指的 他一回 以后也不指他 这 你看住院 我住两个院了 都是他们 带我去 伺候我 就是这俩女儿是吧 他就到那看一眼就走 他这不身体不好吗 还比您还差呢 可能 带他对您不太待见 是吧 他就想着 跟你说 我老公可能说 因为他大儿子 是一年半肝癌 就去世的 他想着 跟你说 我老公可能会 很快地去世 我们可能就不管他了 他是那个意思 所以说就排气我 这儿子现在病成这样 您没可怜 你还可怜他 不可怜 他都对我都不可怜 我还可怜他 落座第一现场的母亲 马淑芬 正如儿子苏勇表达的一样 对于儿子儿媳 如今遇到的困难 他不愿过多地去帮助 他不能手里达到那么多年 眼看着自己儿子离开了 您可以去问去 那一片有几个人 怎么他们评价 你们评价什么 他就是那个 就是特坏 你就说他初中 他干什么 他要是他 哥妈搞的第三条件事 你问他 因为什么 都劝过他 所有的人都说不了 只要一说 就急了 只要一提到说 说应该给我们点补偿 老太太就急了 夫妻俩告诉记者 对于他们的困境 家里的长辈 也曾经试图劝过母亲 但都无济于事 在他们看来 母亲心意已决 我妈是 你说你今天你说出这话来 明天你再问他 我没说过 就不承认了 就不承认了 他就是那么一老太 说什么 只要他觉得不高兴 他就干我没说过 你说他跟我说什么吗 你的生死跟我没关系 以后谁照顾你 不止这儿子 不止他 就是拆迁之前 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是不跟我们 不是说我们不一样 我现在可以说 就因为这拆迁的 我们都不说话 我在全心全意地照顾他 等到拆迁的时候 跟你说他妈最排斥的就是我 他在那边省了大钱 他都不给你钱 我觉得他从态度 特别明确 他不止你 那您住哪呢现在 我现在住 我小姑娘的房子 那谁照顾您呢 这不是她照顾我吗 那大姐 小妹今天没来是吧 没跟国外 国外呢 那现在这个家里拆迁 大姐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什么想法都没有 我是带着我妈过来的 因为有我妈有时候想不起来的 我提醒了去 我什么诉求 我不参与 不参与 你还少参与吧 现在所有的钱都是他们的困吗 我不要 我不要 要啊 我不要 我对得不感兴趣 都得有份 要不我说 我送我外部 一度餐也就陪我老妈来的 您不要 老妈说给您了都 给了五十万是吧 刚才你弟弟说的 你接上个数 给了没有 给了点 给了多少啊 给了一百万 一人得一百万 真给一百万 真的 他刚才说少了 五十万说 一百万 一人一百万 他就跟你说吗 他就趁着我现在 让他在那儿 第一现场 大姐苏女士告诉在场嘉宾 对于母亲手中的钱 她从来没有更多的想法 但同时她也承认 拆迁后 连她儿子都来过 连她儿子都不管 因为现在她妈有钱 所以说兄弟姐妹 连她儿子都围着她妈转 我说我谁的都不听 我妈谁的都不听 她姐买房 所有的钱都是她妈花的 我们现在不知道 说说她妈 就是说我们现在 大概看着 就是她妈买着一套 一只事给她放着呢 说手里应该有 五六百万没问题 但是说真正有多少钱 我们也不知道 或者她儿子都没听 说是她妈妈 跟患者有一个 相追互 关注你 前面 你 我都没有 我后就没听到 我打电话 我们本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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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